脾气虚的这些朋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帮他改善一下 我想到的一个小的常药 这常药一般的药房都有 而且也不太贵 挺便宜点 就叫森林白猪伞 首先它是治疗脾气生湿 脾气的人就容易生湿 而且现代人体内湿气重的人比较多 因为饮食的原因 高粱后卫或者是高营养的物质蛋白质脂肪 这摄入的比较多 容易出现化不开之后存在体内生湿 第二呢 这个方子一半以上的药物是药食同源之品 第三呢 森林白猪伞这个效果 应该是润物细无生的那种感觉 郭老师那您再给配个穴位呗 我也给大家找一个穴位 这是足太阴脾经的穴位 这叫太白穴 太白穴呢也在脚上 为啥都整脚上呢 刚才这个肝也是 太冲 太冲在脚上 都是太子辈的 皮呢也在脚上 太白 因为竹绝阴肝经和竹太阴脾经 它都起于脚上 竹太阴脾经啊 它是起于竹大指外端 所以说呢 在找这个太白穴的呢 在哪呢 竹大指和竹掌之间这个关节 竹脚掌的这个底下 那有一个挖兜 那个地方你按一按 这叫太白穴 左右脚各一个 没事呢 就按一按 这个按柔呢 左五十下 右五十下 睡觉前 按一按 也是挺好的 谢谢大家